大家好 我是李月琴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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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问王杰国呢 未来 真是我的一件事 还是我们沈阳的朋友们热情 是吧 我感觉我每次回到沈阳 就能感觉到那种 扑面而来的亲切感 我上一回 有一回也是个中级 让一个活动 我一下扯 咔过来16个报表 一个粉丝都没有 他们16个人给我围的严严实实的 我说哥没有必要 对不对 没有人 他说哎 你没看见 老危险了 刚才有一个你的狂热粉丝 拿根棍说啥就要找你 后来我拿着手机一看 我妈 给我带着我姨老师家种田杆 这回来到咱们刘老根大舞台 其实我挺紧张的 我说我咋整 我到着人家观众会我鼓掌 然后他们就教我 又教我说你上去 又炫一片 我练了 就看你们鼓掌上我练了 反正 挺激烈哈 啥东西你一天 下面有请我的搭档 宋晓峰老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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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俩特别开心回沈阳 但是其实我今天老紧张了 我第一次站在这个 老老根大舞台上 我之前我就说我不上 我不上 我上不了 我说你看人前面也人干啥呢 翻跟头 拿大顶 吹手套 到我这 那观众还能鼓掌吗 哎呀 他们说能 你看你这回沈阳了 就跟回家嘛 下面都做自己家人 那掌声啊都不能停 这这么回事 就是我之前演脱口秀的时候 就老人说 说我这个风格啊 有点像二人转 今天站到这儿就实锤了 我妈就老说我 说你整了个破脱口秀 你就不如搞二人转 我说为啥 她说搞二人转 应该是你这辈子唯一的机会 身边能有个老爷们 没有想到吧 今天我还是一个人站在这里 前两天我跟我妈说 我说我要回沈阳了 欢乐喜剧人 整一帮人回沈阳学喜剧 我妈说啥 学喜遇 学喜遇对呀 学喜遇就得上沈阳 别的地方错不干净 就昨天晚上啊 我就跟我妈上咱们澡堂 都好好学习了一下 我妈又上下打量我一圈 说姑娘啊 妈劝你一句啊 人怕出名 猪怕壮 我说妈这算啥呀 这算啥出名 妈说是 但你怕壮呢 说你这脱衣服 我才发现你咋胖这样呢 最近确实有点胖 胖到 哎呀谢谢啊 就胖到我家楼下健身房 发穿单那个小子 看见我两眼都冒绿光 眼见别的小姑娘走过来 她说美女 那个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吗 我一走过去 哎 哎 游泳健身啊 游泳健身了解一下 我说你就别想从我这挣钱了 啊 大哥听完啊 脾气就上来了 说你给我等着 接下来的几天 她就消失了 我没找着她 我每天路过 她就不在了 后来有一天 她终于又出现了 喊我 哎 你过来来来 你不是说我挣不着你钱吗 我说大哥 你今天就把朋友院找过来 给我当健身教练 我也不办这个卡 大人说老妹 你误会了 哥干烧烤了 哎呀 就因为胖这个事啊 我受过很多情伤 之前搞个对象 那小伙很直白 就跟我说你太胖了 大家分手吧 给我气的 我说你要不要点脸 我给你打电话 我说我跟你说 要不是你家离得远 我现在上你家削你了 小伙子 哎呀 你但凡有这个情况 你也不至于这么怕 只有我懂 这挺伤心的 是不 我呀 就找我妈喝酒 你知道吧 失恋跟母亲喝酒 是东北母女 最常见的交流方式之一 别的母亲 只关心自己的孩子 过得好不好 我的母亲 只关心我这杯干没干了 我就跟我妈叨过 我说妈 你看我可能找不找对象呢 人家都说我长得丑 我妈一下就不乐意 你这孩子说啥话呢 你丑啥呀 隔壁 一蹬站起来四个大哥 丑咋的 我妈你呀 我丑不丑不重要 我想活着 最后这个事呢 以我妈和那四个大哥 喝了一酒 作为结束 大哥还劝我呢 说我们找对象呢 你就得找东北小伙 东北小伙 她也不在乎你胖不胖 她就在乎你能喝不能喝 我妈呀 昨天也稍微喝点酒 就跟我说 说既然呢 你们这来学喜剧了 希望大家好好学 因为咱们这个沈阳啊 确实是盛产欢乐 盛产喜剧 人也不少 对不对 然后就希望各位朋友呢 能够在我们欢乐喜剧人 到沈阳这一站 好好地学习 如果学不好 也可以搓个澡 谢谢大家 我是绿琪 大家好 我是绿琪 我也挺好我觉得 我岳哥咋的了 他呀 帮你他 吴正涅 早就不想跟他说像 咋的了 形象不好 具体哪不好呢 具体就是这个脸大 腰粗 还有小肚子 你是不是针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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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针对你啊 就是 这个意思是 就是 你学历比他高 但是学历高 现在不算事 你知道吧 那什么算事呢 就你现场 随便问一个 他学历都低不了 随便问都低不了 来 就脑袋挺亮的 大哥 哇 这个黄眼 你哪儿毕业的 咱俩是校友 我也是北大毕业的 另外呢 我还是山东省的高考庄园 你看看 遍地是北大现在 这个 我本身是北大 但是我硕士就去了清华 还不太一样 哎呀 说不定凡尔赛了 你起来了是吧 要不你上这来 来 对 我有自己的工作 学历很了解 要不然考虑一下 转个行李去我们那工作 不了 你那玩意太废头发了 我是不是爱你们俩事了 啊 自然吗 什么自然 别说这 别说没用的 我正经问问你啊 哎 你第一次来到我们 卓尹社的舞台 有什么感想 我感想可深了 你怎么感想呢 都不知道 我来之前啊 我妈说 月琴 把握住这次机会 哟 卓尹社全是男的 单身居多 回来 我看视频有排面啊 一车男演员 坐得满满当当的来接我呀 这么多人 对 我拉开车门一看 只有一个孙岳老师 我一个人就满满当当了 所以我觉得吧 就是咱俩搞一个脱口秀组合 就会非常的重量 明天等会儿 等会儿 脱口秀组合 嗯 你脱口秀什么搭档啊 你咱说相声 站相声舞台 咱俩搭档说相声 别闹 我不会说相声 大家都看出来了 我就得整脱口秀 不不不不 我这么跟你说啊 你那脱口秀跟相声一样 可拉倒吧 老大区别了 哪有区别 那一模一样 脱口秀跟相声一样 通的 我来试一下啊 我来试一下 可以吧 按你脱口秀 来 你听了是不是相声 行 真是不服气 真是 您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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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不是拿我灯立杆了 别动手动脚的 知道吗 站着 站着 站好了 这手扶着桌子 对 开始说 大家好 我是略秦 今天来到得愿社啊 我非常的高兴 我认为呢 脱口秀和相声 有非常大的区别 这个脱口秀啊 它起源于欧洲 但是相声呢 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艺术 在脱口秀里啊 在脱口秀里啊 一个人说叫单口 两个人说叫对口 我们脱口秀呢 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你看这不还是相声吗 不是 你给我整跑偏了 你给我整这两个玩了 咋是整跑偏了啊 你把这撤走吧 你要不我就永远都说不了透就 不是 有这个你就说不了透就 对 你把它撤走 我告诉你 撤走的你那也是相声 信吗 不可能 你拿着撤走 我撤走 好家伙 我挪开 行了吗 挪开你那样是相声 别不信 来 挪开了啊 行了吗 我也露出来了啊 来 一定是相声 大家好 我是略琴 都认识 我觉得脱口秀和相声 有非常大的区别 什么区别 相声 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艺术 那就国翠 脱口秀起源于欧洲 那不该叫脱口秀 那叫啥 敬口秀 没清楚 你这不行 您这不是就是相声吗 这不还是说相声吗 不是 我发现了 就你站这捧跟 谁站这说话他都是相声 不是 你等着 我捧跟谁说话都是相声 对 我 我告诉你李月琴 不用说话 你唱歌他也是相声 信吗 你唱歌 来 唱歌他也是相声 来啊 孝敬吗 唱歌的 真行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没拍出来 本该灿烂过一生 我听着就累 等了二十多年到头来 还单身呢 跟不上牌就别拍了啊 还在人海里浮沉 小肚子用上来 不是 你这不对 我哪不对了我 我怎么又不对 你跟着搅和 你说我唱歌也不行 说透透续也不行 你别跟着搅和我了 行不行 你什么意思 我从这儿躲开 对对对 就是我好不容易来 德卫社了 你让我站着说一会儿 透透续 我反正你就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事 我这么大话 我怎么消失 你说 这么着 我躲开你 我藏桌子这行吗 行 你说你的 行 行吗 我躲开行了 我也是拼了 我也是 尝得住吗 这么大说的 大家好 我是李雪芹 今天来到德云社的舞台 非常的高兴 能跟孙岩老师搭档 感到非常的荣幸 这个相声叫说学逗唱 这个说呢 说点什么 你可以了 你起来吧 怎么了 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别搁这儿搅和我了 行不行 我求求你了 你蹲那儿 你也不耽误你搅和 谁搅和 什么搅 这不就是相声吗 双黄 怎么双黄 这是我愿演的吗 你就跟那儿 叭叭叭叭 就你当嘴 谁叭叭叭 你这半天说的 不都是相声吗 去你的吧 这句也是相声 你在这个喜剧舞台上 就增添了很多 才艺的内容 其实我很感谢 喜剧舞台 因为之前就是 网上如果评什么 漂亮的女孩子 从来没有我的这个名字 但是这次来了以后 就是后台那些师傅 或者那些老师 都说 哎呀 这么漂亮还来演喜剧 我觉得我得到 从未有过的肯定 非常感谢 就之后在这一刻 我是个美女 感觉非常高兴 谢谢这个喜剧人的舞台 谢谢 是这样的 你不知道他们刚才都笑啥呢 在笑啥呢 节目播出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如果你刚才没说美女那番话 我是会大肆夸你几句的 但你刚才说了那番话 现在你可以下去休息了 不会先 谢谢 谢谢两位 非常不容易 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叶老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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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咋样 紧张 不醒 你觉得他咋样 我觉得特别棒 没有没有 客气 我听说阿伟之前 报名过德行社 对 我15年报的肖子科 因为家里边有点事 没来聊 那龙子科有兴趣吗 有兴趣 非常有兴趣 郭老师有兴趣吗 你看这身材像龙吗 很龙吗 但我觉得他这个身材 挺有那个捧人的 那个发展潜质 好 按身材来说呀 是 郭老师 你愿意来吗 愿意来 那你得在这个舞台上 有好的表现 好 这个他们俩刚才这也还挺好 谢谢 首先说他的形象真是占便宜 摆在那儿就像 至于说尺寸尽头呢 得慢慢来 这个不容易 还挺好 努力吧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所以我觉得阿伟 好在哪儿呢 是内涵上看的 是他整个人是在这段 像的情景之内 还行 咱俩还没乱 没乱 我觉得我今天这个状态 要不有钱让我吃就好 所以我对我自己也 今天还是比较满意的 祝你生日快乐 快乐 他进去了 他进去那个视频 你那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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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队友没有抢战的 老猪 老猪准备好了 老猪 这个腾空起衣 箭头落着在这狼身上 厉害 陆续寻找 这个灵芝草 就我们背一些东西是不用想的 就是脑子里的记忆 就直接背就会出来 既要小灰影 速去报 既如说老 也放了骨娃娇 气息间 阴阴门座 头儿脱塞 既要生红阳 你快过来 你姑娘有见 唱戏剧好像真的有力 你不应该是 唐宋相隔 有着二百载 何人编出这部西乡来 红娘问庭 明着嘴里想 红娘明白这个我明白 成功了吗 要坚持一分钟吗 挑战成功 来的演员当中 就有一个演员没有配上搭档 所以说我就充当了一下她的搭档 回家乡这舞台 你就觉得傅老乡亲都挺期待的 就尽相情窃吧 然后呢我来了之后 听到那段子全是那个 大直杆 所以我自己就慌了 那么接下来我要把它介绍上来 她是谁呢 地球的尽头吧 是吧 宇宙的尽头 李雪鞋 没看到 哎 大家好 我是劉琴 刚才宝哥说的他们也听到了 宝哥说的还到位吧 到位 还到位 那所以说朋友们 你们要多给你支持和鼓励 还有接下来的每一位全容 好不好 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许琴 哥现在把舞台交给你 到我了 你走了 可以走了 要不哥哥当管会给你 给他处着也行 当道具给他处着也行 那哥就下去了 好 加油 决姐 给你鼓励 没有搭档吧 今天 连这个架都没有 我就站在这 王健谷 宝哥 干嘛 这才是我今天的搭档 他们老喊别人 喊谁 王健谷 王健谷 隔离了 哥我得走了 哥我得走了 你上哪去 就离开这个节目 真结束了 真走了 真走了 怎么说呢 人生何处不相逢呢 我为什么一定要 在离别事情 这件事情上渲染的那么严重 满怀热情加入喜剧人联盟 我觉得这两次学习 是整个节目中 最令人愉悦的部分 大家好 我是绿琴 大家好 我是绿琴 真的会令人愉悦 你真的见着到他们有多厉害 他们教你这些东西 然后你感觉自己成长了 提高了 那就很快乐 阿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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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作为一个领队 就是把大家领上来就对了 上下的路就是 他们就得自己来干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本该灿烂过一生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 还在人海里浮沉 像我这样聪明的人 早就告别了单纯 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去换一身伤痕 像我这样迷茫的人 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像我这样碌碌无谓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从不喜欢装身沉 怎么偶尔听到老歌诗 忽然也晃了身 忽然也晃了身 像我这样懦弱的人 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像我这样碌碌无谓的人 像我这样碌碌无谓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像我这样孤单的人 像我这样孤单的人 像我这样傻的人 像我这样傻的人 像我这样不敢平凡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像我这样孤单的人 像我这样孤单的人 像我这样碌碌无谓的人 你还见过多少人 像我这样孤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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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样不敢平凡的人 像我这样不敢平凡的人 世界上有多少人 你还见过3000人 像我这样孤单的人 像我这样沉妇的 会不会有人 心痛